大运的网球混双 因为詹永然眩晕症发作 无法上场 只能宣布弃赛 其实詹永然在女子双打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原本以为是脚伤 没想到却是眩晕症发作 最后不得已 只能由搭档谢震鹏 自己一人走向球场 向球迷致歉 谢震鹏脸色凝重 一个人拿了麦克风 走上球场向球迷致歉 因为这场网球混双赛 他本来该是和詹永然一块进场 与日本队抢攻金牌战门票 但却因为詹永然在女双赛后 身体状况无法附和 只能宣布弃赛 我跟你一样 以为是脚伤 然后后来变成晕眩 起码我进去是躺着 别的教练进去也要躺着 那应该都是躺着 现在会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本人觉得不是很高兴 詹永然和谢震鹏 在混双中一路挺进 是外界看好的多金热门 更是谢震鹏在男子双打八强赛落马后 最后抢金的机会 只是没想到 詹永然却突然奏级复发 由于后头 美网即将开赛 也引发球迷诸多联想 假如说把美网连在一起的话 我会更多的想象力 但是我不愿意往这个方面去想 他非常的期待这一次的赛程吧 当然他听了以后他是 我是听到一些 鼻鼻鼾鼾鼾他就走了啦 就这样 鼻鼾鼾鼾是什么我不知道 对于外界其他揣测 中华队网球教练暧昧回应 虽然网球混双弃赛后 仍为中华队赢得一面铜牌 但与金牌就这样擦肩而过 还是让满场球迷相当恶腕 记者参讯中国的报道